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日,我继续接着昨天的课程往后讲 讲课前呢,先打个广告,2014年9月1日,也就是周一,我将会在进阶班里讲授王庆之谈心,讲授这本教材 如果有兴趣想听的同学呢,可以私下里面联系我 在之前的课件中,我已经详细的论述过,路存,天府,天象,紫微,太阳这五颗星的重要性质 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出总结,希望大家把虚拟的星药与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事物联系起来 对照着记忆,效果会更好 我这里为什么要说,就是虚拟的星药和现实的事物要结合呢 因为,如果你们不把虚拟的星药与现实中社会的真实事物结合的话,那么你们学起来就会很吃力 我跟大家讲过紫微斗数的本质 我说,路存,天府,天象,紫微,太阳这些东西,它都是虚拟的 它都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都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而我们的现实社会,它不是抽象的 我们的现实社会,它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物质的 而我们的紫微斗数里面的道理,它是抽象的 你想要把紫微斗数这个抽象的学问学得好 那么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个抽象的东西和我们的现实社会是怎么对应的 这里呢,我讲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队长这部电影 这个呢,应该是很出名 那么美国队长呢,这个人性格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那就是一个比较古板,然后乐于助人 而且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非常厚道的一个性格 那么在紫微斗数里面,美国队长这个人呢 就可以说是左辅画科这样的类型 记住啊 有的同学呢,他也会跟我讲 他说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 你说美国队长是左辅画科 我能够理解 因为他这个人真的品格很好 品格很优异 很高尚 这个所以说呢 你说他左辅画科 然后乐于助人,愿意付出,愿意奉献 是一个社会的正能量 那么我都能理解 同时呢,我也会想到 这个美国队长这一整部电影 他跟这个人良 自作武这个四话很相似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 讲的很有意思 大家听着 这个说法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天良心画路 天良心呢 他是监察官 天良心画路了以后 那么监察的色彩就会更加强烈 那么美国队长他是干什么的 当然是用来去摧毁敌人的一些秘密的设备 就是一些这个不良企图 有一些反派分子啊 反动分子 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非常恶劣的这些恐怖分子啊 这些人呢 他会企图摧毁整个地球 或者说企图控制整个地球 那么天良心 他是监察官 天良心画路 那么监察的力量就大大加强了 这就好像电影里面的神盾局一样 那么这个组织呢 就会到处去搜查这个地球上 到处去监视这个地球上 看看有没有人试图去做一些坏事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是天良化路的表征之一 就是天良心是监察官 我再强调一遍 天良是监察官 是一个监视 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文风奉事啊 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就马上去把这个问题呢 汇报给上级 或者是惩罚这个问题的肇事人 这个就可以说是天良心的职责 另外呢 紫威画权和五驱画计 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紫威画权是说这个人呢 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惜代价 紫威可以说是皇帝 皇帝心 皇帝画了权 那就是这个皇帝呢 非常想掌权 非常想努力 想达成自己的目的 五驱画计 那就是说他会不惜代价 他花多少钱都不在意 以前我给大家举过例子 我说这个慈禧太后 他要建圆明园 要给自己建这个颐和园之类的园子 那么把海军的军饷都给挪用了 这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紫威画权 汇照五驱画计的例子 那么在美国队长这样的好莱坞电影里面 到底是怎么体现出紫威斗树里面的四画的道理呢 很简单嘛 人良之作五前面给你们讲了天良化路是监察官 就是这个神盾局或者复仇者联盟 这样的组织都是在行使一个天良的职负 天良呢 那就可以说逢兄化吉 好像说是这个外星人打过来了 然后就让他们这些人呢 去为我们保家卫国啊 就保卫我们的地球 另外呢 也是一个他们在监察这个社会 或者说这个宇宙有没有威胁我们的力量 那都是天良心的一个作用点 紫威画权加上五驱画计 那可以说拍这样的电影要花很多的钱 但是呢 为了达成目标 这个制片人他就不惜一切代价 另外呢 你也可以说这些电影的精髓就是奉献 就是人良之作五 这个紫威画权遇到五驱画计 那就是不惜代价 像是这些超级英雄 那么为了守卫这个地球 那么会付出自己的生命啊 会呃 进行这个非常惊险的打斗等等等等 我举这个例子呢 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金科玉律 再给大家讲 而五而是我觉得这样的分析非常有意思 因为你会发你如果认真去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实干四化 他生他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并不是只存在于紫威斗树里面 大家记住了 我之前给你们讲过很多很多有深度的东西 但是呢 能够理解的人没有多少 因为这个社会上 聪明人是非常少的 绝大多数的人 他的脑子是糊涂的 他在学紫威斗树的时候 他就喜欢学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或者说比较有这个口诀呀 秘诀呀 这样的东西 他虽然学了口诀 虽然学了秘诀 但是呢 他没有一个深度 也没有一个广度 所以说他在断命的时候仍然是断不准确 我今天就教给大家 你们要把紫威斗树里面的道理 紫威斗树里面这些虚拟的星药 紫威斗树里面的石干四化 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物要联系起来对照者记忆 比如说左辅画科 那么就可以说是美国队长 然后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个组织呢 就可以说是天良心 他就是逢凶化吉 就是保护反 就是监察官要监视地球上有没有人 要做坏事 这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呢 你们也可以自由推理 像是这个有的同学 他可能会想到 他说老师 左辅画科 这个我能理解 那么右臂画科是什么类型呢 右臂画科的话 一般来讲 它是福尔摩斯这种类型 他就是物贪月幼积啊 这种情况 像福尔摩斯的话 他就会生活比较自由 生活比较散漫 这个呢 就是贪狼化鹿 他经常呢 就是在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然后呢 研究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生活的精神生活比较愉快 这是贪狼化鹿 右臂画科 天激画迹呢 那么就是他这个会经常的走动 因为他作为一名侦探 那肯定是天激画迹啊 要到这里去采集信息 要到国外去 要到波兰 要到德国 要回到伦敦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呢 就是天激画迹 另外呢 可能也有同学问 那么太阴化全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大侦探福尔摩夫 这部电影的话 你应该知道里面呢 有一个美女 而这个美女呢 他正是福尔摩夫的 可以说是他的小小的克星啊 这就是贪狼化全的另外一个说法 我今天讲这些课外的东西 其实是为了告诉大家 斗书里面的道理并不是需要大家使机硬背 而是需要你们把它扩散出来 就只要 只要你说的有道理 那么我就可以接受 你如果说的没有道理 那么我就接受不了 另外呢 你也可以想一下钢铁侠 大家注意我这里呢 完全是在做一个回忆 而不是说我对着演讲稿在这里念 我是完全脱稿 在给大家讲这些好莱坞电影和石干四话的一些对比 我希望大家要敞开自己的心胸 去接纳这些外来的事物 你不要觉得你读了这些周易啊 读了这些这个古文啊 什么韩非福啊 什么博传啊 什么春秋啊 你就非常厉害 非常的有水平了 不是的 现代社会电影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而且呢 有的人他不会看电影 他们看电影呢 就只是为了去好玩 只是为了去娱乐 只是为了去消遣 看完了之后 你问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有什么道理 给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反思 你问他一问三不知的 看完了以后就忘了 就完全就是打发时间 就好像这个家庭妇女看还珠格格一样 就好像这个家庭妇女看这个步步惊心一样 看连续剧打发时间肥皂剧 这样去看电视 这样去看电影是错误的 电影这个东西 如果说是花了几千万 花了几个亿 花了十几个亿拍出来的 那么一定是里面会有一些精华的部分 你们在看的时候就要去思考 为什么导演要这样去拍 为什么要这样拍出来 能够赚钱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 里面有哪些道理在 有哪些道理存在 另外呢 我再说一个别的字画 像是钢铁侠 钢铁侠的话 那就是文曲画科 新剧杨曲昌 我们如果你们看过钢铁侠这部大片的话 你应该知道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花花公子的一个类型 非常的浪荡 也不是很爱读书 经常跟一些采访他的女记者发生不正当的关系 这个呢 就是文曲画科 文昌画迹的类型 那么钢铁侠呢 这个人呢 嘴巴也比较贱 嘴巴呢 也很会说 那么也可以说是聚门画路啊 新剧杨曲昌的一个类型 你们如果去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美国大片里面 这些英雄 为什么能够出名啊 其实呢 他们这些性格色彩跟我们紫薇斗树里面的一些这个画科画权画路的这些类型呢 非常的相似啊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推演一下 自己去研究一下 就为什么这个拍出来的这个人活灵活现啊 让我们觉得他很可爱 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呢 是一个偶像 是一个啊 非常有特点的人物啊 嘴巴比较贱 喜欢说别人 嘴巴呢 比较能说 同时呢 他又是太阳画权啊 可以说飞来飞去啊 那个能力比较大 然后呢 地位比较高 因为他父亲呢 就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 他自己呢 是富二代 那么也可以说是太阳画权 呃 这个文曲画科呢 就是他自己比较聪明啊 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套战衣啊 战斗的装备 这是义路功名 他不是说在什么福坦福大学或者哈佛大学 给他研究出来的 而是他一个人在这个被关押的时候研究出来的 这个呢 就是一种文曲画科而文昌画技的一种状态 就希望大家把现实中的真实事物真实的一些例子跟我们斗树里面的一些道理一些变化也联系在一块 这个呢 这个呢 他不是孤立的斗树里面的四化 斗树里面的星药并不是孤独的 他一定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 如果你能够把里面的东西和外面的东西联系在一块 那么你的水平就肯定是会水涨船高 你们不要老是想着去学什么秘诀呀 学什么口诀呀 你只要你的深度有了 你的广度有了 你这个人见多识广 目光长远 那么你的水平肯定是会渐渐的就高起来了 就这个秘诀呢 你总有一天会自己领悟 这秘诀也是别人写出来的 只要是人写出来的 那肯定呢 你自己去研究的话 你也能够研究出来 并不用纠结于这些东西 要提高自己的深度 后面我们来看太阴的主要特点 之前我讲到紫微天府太阳太阴 这是四大主星 紫微是北斗的主星 天府是南斗的主星 太阳是白天的主星 太阴是晚上的主星 这四个主星呢 那又各有特点 其实这个造化 他安排四个主星 但是呢 每个主星待遇都不一样 这里听清楚了 我不是故意脱堂 我不是故意讲题外话 而是交给你们 这个紫微斗树里面的水 非常的深 里面有一些造化的安排 你可以研究一下 紫微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天府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太阳太阴的安排又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我让你当了皇帝 大家听清楚啊 我们做一个假设 我现在让你成为上帝 让你成为紫微星 你成为紫微星以后 你要设立一个天府星 帮自己管理金钱 你要设立一个太阳星 帮自己管理白天 设立一个太阴星 帮自己管理 管理夜晚 这个呢 是一个正常的步骤 但是你在设计了这三颗手下以后啊 因为你是紫微 天府太阳太阴 都是你的下属 天府帮你管钱 日月呢 就帮你管这个造化的仪表啊 让大家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 让大家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让让这个社会分成男人和女人 这个就是你的安排 但是呢 你在经过这样的安排之后 你还要留一些后手 记住啊 大家记住了 这个社会 如果说你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那么你一定是先手和后手是都有的 你在分封了紫微啊 你是紫微 你分封了天府太阳太阴之后 你还要有后手去钳制他们 记住啊 就是每一颗主星待遇都不一样 紫微的待遇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紫微星永远能够遇到五区 还有连针啊 五区和连针就是紫微星 最大的依靠啊 一方面呢 是现金 另一方面呢 是自己的下属 自己的这个基层官员 而太阳太阴就没有这样的待遇 天府呢 还可以说有个天象做跟班 而太阳太阴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为什么紫微星会安排这些下属 没有这样好的待遇呢 因为他留了后手 作为皇帝 作为领导 对你的下属呢 一定要有一些防备 有一些后手 所以说你们在研究太阳太阴 研究天府星的时候 你会知道有一些地方是专门设计出来 来限制这个天府 限制这个日月的权力 限制他们的发挥 不让他们超过紫微星 我这样讲是告诉你们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安心法 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样安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这里面有一个权力制衡的道理 大家记住了 斗数 它是皇家数数 它是皇室研究的东西 里面肯定是有皇家的哲理在里面 有这个权力制衡的道理在里面 什么叫做权力制衡 如果你们还年轻的话 你们现在暂时不用学 你们自己私下里面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也有的同学 他说老师 我看连续剧看的比较多 我看过这个什么康熙大帝 康熙大帝里面 好像有几个权臣 听说有一个叫什么明珠 这个明珠 然后另外有一个叫什么名字的 我不太记得了 这个康熙皇帝呢 就是树立了一个人 把明珠给打倒 然后又树立了另一个人呢 把前面这个人给打倒 就他作为皇帝 他会让自己手下的人互相之间 有一个权制 大家记住啊 就是你作为子卫星 你在安排了天府太阳太阴 作为自己的下属之后 你又会留一些后手 就是让他们之间 受到另外的星耀的权制 这前置在哪里呢 你们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安心法 后面我们看太阴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很简单 这个太阴跟太阳一样 日月都是围绕我们运动的 它的本质是动心有变动的色彩 第二个太阴 它是水的精华 带有桃花的特点 属水的星耀多多少少都带有桃花 但是这种性质呢 并不强烈 太阴的桃花跟连滩 红卵 天洗天摇等桃花相比 性质呢 要弱一些 记住啊 就是他没有这个连滩 卵洗天摇 这些桃花的性质那么重 太阴化科的时候 桃花性质就会变得重一些 另外呢 是拿五区和 太阴做对比 一般的情况下 五区它是实际的金钱 太阴它表示虚拟的金钱 五区可以说是金银财宝 现金钞票 太阴呢 可以说是股票证券 国债基金 存折支票等等 太阴呢 也可以说是你租房子赚的钱 就你如果说建了一个房子 然后呢 给他租给这个打工的住 你每个月能够从房子里面赚很多钱 那么就是太阴 或者有的同学会问我 他说老师 我在余额宝里面存了一百万 我每天呢 能够从余额宝里面赚个一两百块 那这个呢 也是太阴 第四个 太阴 他在命宫和深宫 一定是对母亲和妻子有行克的 只是程度大小有区别 有的人克的重 有的人克的轻 如果不遇到煞星 反而有急星 那么只表示跟母亲妻子缘分不深 或者是感情不融洽 或者是相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等等 如果有急星的话 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灾 如果有煞星的话 那一般来说都是有灾的 第五条 太阴 他是属水的 水的五行呢 就跟智慧有关 太阴 他就喜欢猖取同工 那么能够增加他的聪明 增加他的智慧 如果太阴 他是妙望的状态 又有露存化露 天窥天悦 等星相会 本来有唱曲 然后又遇到露存化露 又遇到奎悦 那么一般说来 他的这个人呢 很聪明 学习会比较好 考试会比较顺利 另外也需要大家注意 这个太阴文曲 昨天讲课 讲到太阴文曲 九流术史 这个结构呢 虽然聪明 但是水性太重 我们不管是八字 还是斗数 还是奇门顿奖 还是这个别的预测数 都讲究四个字 叫过游不及 什么是过游不及呢 就这个东西太过了 就不好 中国人呢 讲这个数字九 是一个很祥瑞的数字 就是九五至尊 数字九呢 是很好的 为什么不喜欢十呢 因为他们认为到了十 就已经是十全十美 太完美了 太完美的事呢 不好 他们就喜欢九 那么九呢 没有到十 有一点点缺憾 所以他们认为九是不错的 你到了十 那就有点过头了 过头的话就会有问题 太阴文曲 太阴是水 文曲也是水 而且这两个都是因水 因水这个性质太重 那么就过于浮荡 就这个人呢 是一种水的性格 不踏实吗 什么样的人比较踏实呢 那当然是属土的 就比较踏实一点 天府加上左府 紫威加上左府 加上陆存 这样的人呢 很踏实 很积极 一步一个脚印 这就是属土 属水的呢 那就可能是比较浮荡 喜欢先学后面的 不看前面的 我是遇到过这样的学生 给他讲这个基本的东西呢 不爱听 说我老师 我要学一个这个后面的 我看你后面讲的挺有意思 这个呢 就跟是属水 跟这个有点关系 属水的 他持久力也不足 就是不耐久 刚开始可能还很愿意学 到后面呢 就不愿意学了 这样的人 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他上学的话 那小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非常好 非常聪明 但是到了初中 他的成绩就开始下滑了 到了高中 那就一般般了 到了大学 那就非常普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太阴文曲 刚开始他很聪明 很厉害 但是越往后 他的持久力就越差 大家记住 人生 他就好像一场长袍 最好 最好是中成和后成发力 不要一开始就像一个神童一样 表现的那么耀眼 刚开始的表现呢 要愚钝一点 慢慢的到了二十几岁 到了三十几岁 就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这样的人呢 才可以说更加的长久 更加的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风光 年少成名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太阴文曲 他属水 所以说呢 不踏实 持久力不足 那就是对于这些学习资料 人家给他这么多堆积如山的 刚开始学了一点 还比较有兴趣 学到后面呢 他就放弃了 就不爱学了 这种组合呢 他比较适合学紫围斗书 或者学八字 因为命理学呢 他讲究灵活变通 灵活变通 那就跟水有关 这个水呢 他可以说是 往上可以变成水蒸汽 到天上去 往下呢 可以说渗入到地里面 变成地下水 也可以说结成冰块 也可以说变成霜 变成鹿啊 等等 他就有很多的变化 数水 那么这个呢 就跟数数有比较大的关系 数数呢 并不是腐积硬背 就能够学好的 虽然说 你们确实要记一些东西 要背一些东西 但是绝对不是死基因背 而要灵活变通 请大家参考我今天讲的好莱坞电影的这一段 不要觉得啊 我作为一个算命的 我就应该每天去学周易 每天去学这个 嗯 左传啊 春秋啊 什么史记啊 学这些东西 不是的啊 电影也可以看 没有 如果说你看了能够有感悟 你看了能够有所这个提升 那是可以看的 你如果看了以后 人家问你 这电影讲的是什么啊 这个情节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这个人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性格 你一问三不知 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那么你这个电影呢 就白看了 就没有必要去看了 包括我之前讲的 就同样是看这个步步惊心啊 有的人就看这个感情戏 看这个 这个二哥长得帅 那个二哥长得有钱啊 那个又是怎样怎样的啊 应该喜欢哪一个啊 自己就在脑海里面有一个幻想 有一个意淫啊 整天就把自己幻想成一个 能够穿越到这古代的一个少女 然后很多有钱的这个二哥呢 喜欢你啊 怎样怎样的 就是满足自己的幻想的欲望 这样看电影的话 那不是在学习啊 这看电视呢 它只是一种娱乐 而不是学习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理 这些东西里面学到很多道理啊 学到一些宫廷里面的斗争的一些东西啊 也可以学到人际交往方面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啊 电视剧啊 电影啊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烂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值得发掘 值得学习的东西 后面我们继续往后讲 这是第六条太阴负命 太阴负命 那么一定要看妙望平线啊 第一个要看妙望平线 命盘上的妙望平线 第二个要看白天生还是晚上生 第三个要看上弦月还是下弦月 我去年讲课 我说农历十五出生的按下弦月来看 呃我今年呢我好好想了一下 其实这句话呢应该取消 我们还是按照古人说的来农历十六的按下弦月 农历十五呢还是按上弦月来断 这个这句话呢应该删掉 我们给他消掉 第七条 这是丁年生人 丁年太阴化禄守命 那么这个人的福德功一定是巨门化祭 那么有的同学他说 太阴化禄做命 那一定是这里好那里好 反正各方面都好 这个呢就忽略了福德功的巨门化祭的情况 如果巨门化祭遇到很多煞星 那是不好的 不以极论 巨门化祭在福德呢 也表示这个人呢上进心不是很强 但是呢却有比较严重的嫉妒心理 第八条 太阴财星 他最喜入财博宫 这个去了财博宫 那么赚钱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入官路宫呢 一般来说是不如在财博宫好的 太阴化权在官路宫的时候可以说掌握了财权 这个格局好的时候呢 他是金融机构的工作者 比如说银行的啊 证券的 还有别的金融机构的就是掌握财权 那可以把别人的钱投付在这个里面啊 可以说把银行的钱交给这个储户交给来取钱的人 这个呢都是掌握财权 因为你可以处理这个金钱 所以说你对他有一个支配权 这个支配权呢就是一个权利 有的同学他就理解不了 我也想不通是为什么 这个很简单 你能够处理银行的钱 能够把这个钱呢交给别人 你可以处理他 对他有一个支配的权利 这个就是太阴化权 就是执掌财权 你格局好的时候就是银行啊 证券呢 这些方面的 你格局不好 格局比较低 那么又太阴化权 那可能就是超市饭店的这个收银员啊 这个档次就低一点了 虽然说你也可以处理钱 就是你帮老板收钱 或者是帮你们的呃店长收钱 但是呢 这个格局要低一点 第九个 这个我昨天讲过了 太阴守命啊 不喜居门来缠 深宫不应该有居门 否则呢 会导致人生辛苦劳累一些 第十个 太阴属水 火灵属火 太阴的水加上火灵的火 那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因为太阴 他不像紫威 不像天府 他没有解恶之化的能力 所以遇到这些煞星 对他的损害就会比较严重 如果说一个人 太阴做命 又加上火灵 又加上别的煞星 那么这个人的手段会有一些恶毒 这个人的心态会有一些不好 呃 太阴遇到火灵 也有发生灾祸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光有一个火 光有一个灵 那是不严重的 如果既有火 又有灵 又有这个羊驼 又有空节 又有化际 而煞星比较多 那么灾祸就会变大 第十一条 太阴呢 他也是有光芒的 昨天也讲到了 太阴他也会跟你的眼睛有关 会损伤你的眼睛 损伤你的视力 入极恶宫时可以按太阳星的情况来断 跟眼睛的疾病有关 但是太阴的这种性质呢 比太阳要缓和一些 不如太阳那么强烈 因为太阳的光芒 肯定比太阳要亮的多 太阳在极恶宫 那更容易有眼病 太阳呢 那就好一些 太阳在极恶宫见到煞星 更大的可能 他是升值系统有问题 因为太阳 他的五行是属水的 水呢 那就跟肾有关系 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腰子 第十二条 太阴落线 画科 画权 这都不太好 也不能说完全不好 就是说不太好 表示这个人呢 持久力不足 耐性不足 太阴落线 画科 那就会比较柔弱 就是太舒文了 太柔弱了 手无腹肌之力 像一个书生一样的 书生呢 如果他有极星 还可以说有所表现 没有极星 那就表现不出来了 不够勇猛 而且呢 太阴落线画科 这个太阴呢 他是感情 跟感情有关 他容易陷于情欲的漩涡 难以自拔 给大家做个比喻 那就是隔壁班里面 有一个班花 隔壁班的班花啊 跟你们班没什么关系 你这个人呢 长得很难看 但是呢 这突然有一天 这隔壁班的班花 对你笑了一下 如果你这个人 太阴落线做命的 那么你可能就会 整天想入飞飞 或者说一个月都想入飞飞 你就会在想 哎呦 这个班花是不是看上我的 然后你就无心学习了 不想学了 整天就想谈恋爱 整天就痴痴迷迷的 想着这个班花 对你的奄然一笑 那么你这个人的人生呢 肯定是会比较惨的啊 我们人生 就是这个人 为什么发展的好 这人为什么有钱 这人为什么身居高位 那肯定是把这个感情这方面的事呢 给他放到一边啊 主要就是去工作 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工作和学习上 而不是像你一样啊 整天想着一个女的跟你奄然一笑 把什么事情都忘了 这种情况呢 这样的人呢 就不能有出息 太阴化全呢 跟这个桃花无关 但是呢 太阴化全 他非常容易遇到天机化剂 这种情况呢 他就有可能不走正道啊 这样的人呢 懒于学习 但是呢 却喜欢有做一些诡诈阴谋的事情 如果急性急化多啊 可以说走一下偏锋 可以出头 这个呢 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记住啊 对于你们初学者来说 这个 这个情况是很难判断的 如果你们判断不准的话 就不要随便给人断 这个是比较难的 比较复杂的 包括太阴落线化科 落线化全 遇到腐壁 还是遇到昌曲 还是遇到奎月 还是遇到羊驼 还是遇到路纯 不同的星要汇照 不同的星要同工 不同的星要组合起来 那就有不同的可能性 我这里讲的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而不是说你们学了以后 就马上能够拿去用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一个区分 一定要看他遇到什么 遇到不同的星就有不同的情况 第十番条 太阴属水 那跟天同差不多 也跟感情有关 这个画迹在福德宫 如果又有煞星 那么跟天同一样 可以断感情挫折 第十复条 太阴呢 他在落线的宫位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容易对异性产生虚无缥缈的幻想 注意呢 如果福德宫画全 那么这个性质呢 又会减轻 因为福德宫画全呢 这个人呢会变得积极一些啊 不是那么容易去被异性吸引 太阴呢 他比较柔弱 一般来说呢 他不会刻苦学习 刻苦学习的一般来说不是太阴 他会追求一些风花雪月的啊 漂亮的东西 最好呢 是太阴画全 他会变得刚柔并济啊 既有刚的一面 也有柔的一面 第十五条 如果命功翻方覆正 有太阳 也有太阴 而且太阳太阴都在妙望的宫位 那么这样的人呢 容易名利双收 名呢 是太阳带来的 利呢 是太阴带来的 日月在翻方覆正 也表示人生会顺利一些 不需要太多的辛苦 就可以获得成功 呃 这个呢 也要有吉星啊 日月呢 就可以说是男人 加上女人 日月在你的翻方覆正 又有吉星啊 又是妙望 那么你得到的帮助 就会比较多啊 这是男的 这是女的啊 都在帮你 也可以说是父母啊 既可以说是男人 女人都在帮你 也可以说是父亲母亲 外面的长辈都在帮你 不需要你做太多的事情 他们就能够给你一些资助 帮助等等 第十六条 太阴在害公 他是月朗天门阁 这个月朗天门阁呢 呃 我个人呢 没有见过这样的格局啊 我说实话 我算命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见过这个完全是极星的月朗天门 我见到的这个太阴在害公的都是有煞星的 都是有煞星的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 这个格局一定不能见煞 呃 我个人的观察呢 这几个见煞的呢 成就还可以 也不能说太差 而且这个月朗天门阁呢 根据我的观察 男人的发展反而比女人要好 这有几个女孩子 他是月朗天门 但是他的成就比较低 而另外几个男的 他这个格局呢 反而成就比较高啊 这个具体为什么 我目前还在研究之中 有的同学跟我讲过 他说他之前跟着别的老师学 别的老师教他 他说呃 男人呢 喜欢这个女人心做命 女人呢 喜欢男人心做命 我觉得比较有趣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他说女人喜欢太阳做命 男人喜欢太阴做命 他说是刚柔并济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啊 有点这个可以研究的地方 另外呢 他也说了 他说女人呢 这个也喜欢子威做命 因为子威是男人嘛 子威是皇帝啊 皇帝那肯定大多数都是男的 天府呢 也不错 就是女人子威天府都不错 但是女人呢 他就不太喜欢太阴 这是他的说法 我感觉吧 可以研究一下啊 大家书下里面呢 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 是否是有道理 但是我不会说是在实际断盘的时候 就直接用这一条啊 我只是觉得他的研究方向有点 有点意思 啊 这个月朗天门阁呢 呃 一般来说不能见煞 否则呢 会破阁 但是破阁了 有的人呢 也会有一些成就 太阴如果骇攻化际 那么是以年生人 以及两子阴 以年生人 他路存就在卯攻 然后呢 又有天际化路 这个呢 就是双路照命啊 不凶反击 容易发财 容易有成就 有表现 第十七条 太阴做命 他一般来说有虚害 不丑会比较好 呃 有虚害不丑呢 那肯定是妙望的一个状态 太阴在银身宫 那是最标准的 积月同梁 如果有画路画权画科 那么就适合公务员 事业单位啊 大学 起事业单位啊 等等 如果煞行比较多 那么也可能是在一些 另外的国有企业啊 这些国有企业呢 带有一个服务性质 那可能是这个 中国移动啊 中国联通啊 中国电信等等等等 这我见的 我见到的不少盘 都是这个 这种类型的啊 就是移动啊 联通啊 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的 这个工作人员 他都是基因做命 18条 太阴在卯宫 他是属于反辈 这个反辈呢 没什么好讲的 昨天已经提到过了 反辈呢 如果有集星 那可以说是发展的比较大 路纯化路 腐壁等等集星 第19条 太阴呢 在成功啊 这个呢 就不讲了啊 这个一般你们遇不到 这个一般你们是遇不到的 这个什么阴晶入土 而我个人呢 也没遇到过这样的格局 有人说蒋介石是这个盘 但蒋介石这个盘呢 我个人吧 看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盘是否是对得上啊 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谨慎 我是天府不命的 我不能确定的话呢 我就是一个观望态度 我不会承认他 但是也不会否认他 这个呢 大家可以私下里面自己研究一下 这个呢 那阴晶入土壳 他就是有一个丙丁五年生人 丙年路存在四宫 太阴加上陀螺同度 陀螺入庙 然后太阴加上陀螺 又遇到天同化路 天机化全 这个呢 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的命宫 命宫 三角形的两个底角 有天同化路 天机化全 你自己的陀螺又入庙 那还不错 丁年呢 路存在五宫 丁年命宫是太阴化路 又遇到天同化全 天机化科 定音同机具 这个是番奇加汇 也不错 五年生人呢 这个太阴化全 又加上陀螺入庙 会照天机化祭 而父母宫呢 他是双路交池 就是五年的太阴 在成功的话 父母宫可以说是有两个路 这个人呢 因为是太阴化全 加上天机化祭 又加上陀螺 这样的人呢 心机比较深沉 可以获得长辈的照顾 因为父母宫呢 有两个路嘛 所以说长辈可以照顾他们 取得长辈的资产等等 第二十条 太阴他在复工 他已经没有光了 这个复工呢 那可以说是白天的状态 没有光辉 但是如果没有遇到煞星 而且遇到很多急星 这样的人呢 也可以说会有一些成绩 会名利双收 注意啊 这个太阴在复工 落线化科 又遇到这个文曲啊 右臂啊 天悦啊 那么就可能是趋近于冷门啊 偏门的学问 或可以以此求得富贵 我说的是或 并不是说你看了我这个讲义 听了我这个讲课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套到自己的命盘上 呃 你们如果套自己这样随意套用的话 那跟我没有关系啊 那是你们自己套错了 那跟我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随意套用 后面呢 我们看这个太阴的水 他跟情感有关 入福德宫就不宜落线 这个呢 就不说了 第二十二条 这个太阴呢 跟女人有关 他是女人心 男人太阴奉命会有点女性化 或者呢 有严重的洁癖啊 等等等等 第二十番条 太阴去了田斋宫 表示干净 表示美观 一般呢 不表示大 天府在田斋宫 可以说呢 会有大的特点 而且呢 会有一些阔气啊 这个要有极星 呃 太阴呢 也可以说在田斋宫的话 层次会高一些 就你这个房子的地位啊 房子的这个条件 房子的档次会高一些 不是指你的楼层啊 就比如说 那么别人的房子 跟你的房子差不多大 别人的只能卖一百万 你的能够卖三百万 因为你的地段好 因为你的朝向好 等等 这个就跟太阴有关系 呃 看一下后面还有多少啊 后面没了 我们继续往后讲 这个太阴做命 最怕 最怕汇照汇合太阳化剂 因为这个太阳是太阴光芒的来源 太阳化剂 那么就一定会影响到太阴 呃 我见过一个盘 太阴在成功啊 对公是太阳化剂啊 这个人呢 枯须外福德 人生动荡 年进富时 还没结婚 而且根本不会跟人打交道啊 至今一事无成 这个呢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我就不解释了 第二六条 太阴呢 在深宫落线 这个昨天也讲过 那就有可能 随目改嫁 尤其是深宫又跟千亿宫 呃 叠并的时候 那更加容易随目改嫁 这是王庆之的意见 但是呢 这个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如果没有深宫 没有在千亿宫 但是呢 你的深宫有煞心 或者你父母宫有煞心 那么也会有可能随目改嫁 离祖成家 后面呢 也比较简单 就不说了 就是在深宫的话 也表示这个人的命运 跟他的妈妈 跟他的老婆 有比较大的关联 第二十七条 这个太阴呢 在父母宫妙望的时候 能够得到父母的关爱 受母亲的影响会比较大 这个妙望呢 还要加上吉星 如果既妙望又有吉星 那么就可以得到不少的父母关爱 受到的母亲影响会比较大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呃 今天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 再见